大家好 我现在在我们这里一个辣椒种植基地 看这个基地种的都是这种泡椒 因为在本地我们这种泡椒不是很好卖 是那种不是很辣的那种 很多人都不喜欢吃 所以这些菜籠种的这种泡椒都已经自销了 价格很便宜 看我身后的这个大棚 有十几亩 全部是种的泡椒 整个基地有上百亩 一块钱一斤是真的 你就在最好的我都挑最好的给你 反正我也不是差的 你这个大棚都有 那边还有 那里种了很多 我有两个棚 这种品种 那个产量还可以 产量 产量也 不不不怎么样 我反正觉得也不怎么样 不好卖 不是 主要是现在是什么呢 主要是那个 现在那个露天的 它有出来 它露天的成本低 是不是 它露天的成本低 它最起码我们的一年多少钱 搞得那个季节不好 对对对对 季节不合适 所以那个价格起不来 你说现在如果是到下个月 我们这个行情肯定上去了 哦 这个树大一点的 它那个果实就要大过一点 像这样一棵树都可以接几十斤 不是种的时候 这个辣椒 你看这边都很好的 像这种红的辣椒 没有打那种吹红树的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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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他们都来那个 自然找红的哈 都来检测过了 嗯 这个没有什么农家残态那些的 我们这些根本就没有 没有这种辣椒吃的很小 很多人不喜欢吃这种辣椒 全是这种辣椒 你就再放它一个星期 它都不会烂掉 长得太熟了 嗯 就是说长熟了一点 怕它的辣椒不会坏掉的 去年12块钱一斤 种了10母 那就发大财了哈 去年那就种这个辣椒的都赚钱了 所以说今年就搞死了 今年就一块钱一斤哈 这有没有便宜 去年12块钱一斤 今年一块钱一斤 一斤都没能要过 什么多了就不值钱了 什么多了就不值钱了 今天种的人太多了 就是去年的行情好 才种这个辣椒 哦 明年小住一点 明年不要住那么多 小住一点 要不然明年那个价格高的话 你就后悔死了 今天价格低嘛 肯定明年种的0就少 好 好了 再来一千斤 一块钱一斤 现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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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